陸軍八軍團 五六四旅 全姓士兵和同袍進行戰車保養 卻遭砲管擊中 傷重不治 留最後一口氣回到南投家中 雙親白髮人送黑髮人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也想知道 當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縣長林明珍以及縣長參選人 許淑華前來慰問 對於二十四歲的兒子 四月六五到現在之剩十三天就退伍 如今卻發生意外 家屬無法接受 只求一個真相 具有音樂和舞蹈天分的全姓士兵 在臉書IG大方分享自己跳舞和唱歌 陽光活潑的外型 加上酷似明星周愚明的五官 相當帥氣 全姓士兵身為家中獨子非常孝順 爸爸是農會員工 媽媽在鄉公所上班 畢業於宜蘭大學的他 原本打算退伍後計畫考取公務員 改善家中經濟 卻在服役期間傷重不治 讓他的人生就此結束 三星無愧愧難得不到 三軍聯訓基地一名全姓士兵二十一號進行戰車保養時意外遭到砲管擊中 搶救後仍不幸身亡 但事實上原本四個月軍事訓練役是不用下部隊的 國防部長邱國正去年九月才宣布就算當四個月的兵也得下部隊 更有媒體追查發現原本這名全姓士兵只是被派去保養場當協情人員 負責環境整潔和配件整理 沒想到卻進入戰車還被砲管意外擊中 令外界質疑是否未經過完整訓練 朝野立委紛紛要求國防部盡快釐清真相 畢竟軍事專家也認為恐怕是紀律出問題 如果他既不是車長又不是射手 他又不是這輛戰車的成員 他是不應該進入戰車的 顯現的是在戰車的紀律 成員的紀律上 還有演訓的紀律上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陸軍司令徐彦蒲上將事發當下 也立刻進駐八軍團 更強調誤網誤眾絕不互短 會徹底調查並懲處為師人員 畢竟只剩十三天就退伍了 沒想到卻意外離世 家屬也想套個公道